黄埔古村与黄埔古港相邻 唐朝的时候 这里是珠江边的一处小沙州 被称为埔 据说有凤皇妃来过 便被称为凤埔 后来凤埔马头被洋人海员发错了音 久而久之成了今天的黄埔 这里是黄埔中学 感觉非常有历史感 这里有着与广州其他城中村极大的不同 干净又安静 这条街上建筑很漂亮又很密集 我现在旁边的这里叫左恒家属 它是目前广州唯一一间 由当年十三行的富商巨谷 所建立的一间家属 它的主人叫做梁经国 自幼贫苦出身 后来做的成了一个很有钱的人之后呢 还鼓励他的后世子孙 一定要好好读书 所以就建了这一间家属 目前呢 他也是广州唯一一间 十三行的富商自建的家属 很有眼光 就这一间 整个黄埔也有好几间梁公尺 那么也就是因为梁经国一门 名门望族在此落户了 开枝散叶 这里的麻石路与其他古村不同 不但特别的宽 而且石条还特别的长 我就看到了前面一条超过了三米多长 有的石板上还可以见到门闸的痕迹 和大宅的名字 许多巷子还保留着传统而古朴的名字 中正礼 沙是一街 它还是有由来的 这个名字的由来啊 就是因为黄埔村的村民呢 很有功德心 大家垃圾不乱扔 此外呢 地上的坚硬的石头玻璃 还会包起来 统一扔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后来希望这种善举 异举能够保留下来 就把它叫了市义街 村里的有心人 还当心你错过了某个景观 特意把它写在墙上 我找到它了 真的是在巷子的深处 我差一点就退出去了 你看 哇 造型很美哦 这里有写 黄埔古港千年古村 它真的是一座 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啊 是1600年啊 我要去找那栋日本楼啊 我已经兜了半个圈了 后来呢 终于学乖了 把地图上的旅日华侨楼 拿出来 用手机一搜 原来啊 它就在附近 一条巷子里 快到了 就在这样的小巷里 旁边的这么一大间的青砖老屋 哦 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姑婆屋了 你看 很高的门哦 然后 左边的蓝色的字呢 是立于民国 字的大意 是不准将来的不孝子局 变卖房产 让字书女们失去牺牲之所 是叫人感动的举措 哇 原来这边都有不少的老房子 我要去看的日本楼呢 就在旁边啦 看没有就是这一栋 这一间就是我找了很久的日本楼 它其实全称叫旅日华侨楼 你看 它门头上的雕刻 特别是这个像太阳一样的 很有日本的风格 据说呢 这里当年的女主人啊 她是日本的皇室的亲戚 所以呢 这栋楼可不简单呢 据说 1900年 村民冯左平到日本求学 娶了日本妻子 平美爱子 后来回乡定居 就建了这栋楼 在抗战期间 日军曾想毁村 平美爱子还曾亮出随家的军刀 救了全村 日本楼所在的这条巷子啊 这些老房子都很有来头 它是当年 也就是冯氏后人经商的 他们家的住宅所在地 叫紫霞居 紫霞居后来作为了绣花社 以及村民们听乐剧的地方 还路过了这一间号称是 校门最寒酸的大学 航海学校 左边是村子 对面啊 你看右边就是 航海学校校区 辅松书院 保持得很好 里面继续在用哦 哇 古色古香的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月台 哦 然后呢 就是两间祠堂 祠堂街 哦 终于找到祠堂街了 我要结束我的黄浦村之旅了 我已经在里面逗留了一个下午了 其实呢 那村子真的让我有点头晕的感觉 为什么呢 巷子太多了 所以我就很佩服里面的快递小哥 他总能精准的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个古村落呢 如果你来广州 一定要来逛一逛 他就是黄浦军校 等等的由来 一定要来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